刚刚,火箭新赛季前11场比赛赛程出炉,球迷,感觉每一场都能赢啊,先说个有意思的事情,火箭主要轮换球员,在巴哈马集训过后,德安东尼调侃说,他也去了巴哈马,只是站在后面,今天,宗经理莫雷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,他同样去了巴哈马,也是站在后面,光着膀子,莫雷的话看起来不像调侃, 所以小编又搬出那张照片看了半天,还是没有发现莫雷的影子,难不成莫总隐身了,就在刚刚,火箭新赛季前11场比赛的赛程表出炉了,我们来看看,包括季前赛和常规赛,整个10月份火箭有11场比赛,分别是季前赛打灰熊,步行者,马次,上海队和灰熊队,常规赛揭幕战士对阵提湖,然后打湖人,快船,爵士, 快船和开拓者,应该说,整个开局还是很有难度的,可是有球迷表示,看完这个赛程,感觉火箭每一场都能赢啊,真的是这样吗? 接木战打提湖赢面很大,但是接下来就是背靠背打洛杉矶双雄,胡人加入了詹姆斯,那场也是胡人的第一个主场,没有那么容易打, 然后二战快船,算是火箭的恩怨对手了,赢面很大,而且是被媒体广泛看作是本赛季西部的大黑马,开拓者是上赛季西部第三,咋看也没那么容易啊? 当然,火箭目标是联盟第一,自然谁都不怕,总经理莫雷今天提出了本赛季夺冠的口号,新赛季开局的这11场比赛,堆心三巨投影,是一个检验,我们拭目以待吧, 那么,你觉得火箭这是一场能赢几场呢?